我是戶圈大佬圈养的金丝雀 一直混吃等死的 我突然有一天怀孕了 为了留下这条落网之余 我趁着夜深人静 挟去款带球跑了 被大佬找的时候 濒临破产的我正在 相亲网站上给孩儿找后爸 大佬被我气笑了 他看着样样都挑 最好的用的小屁孩问我 除了我 谁还养得起他 我是傅廷身养的金丝雀 因为身段软 一直被传闻中不济女色的傅廷身 养在郊外的庄园里 我无父无母无亲人 被户圈大佬傅廷身 从孤儿院选中资助上了大学 原本以为我会有美好的未来 却没想到大学一毕业 就被傅廷身带回了庄园 好好好 看着各类名牌服饰 各国高级料理 我突然明白 这个未来的确也很美好 就在我决定 在傅廷身的庄园里 混吃等死的时候 有一天脑子里突然被植入了一道声音 那声音告诉我 我只是一本霸总言情文的女炮灰 金丝雀可以 女炮灰不可以 在想什么 见我一直不进入状态 傅廷身停下了身下的动作 在想女炮灰的事 但我不能这么跟她说 不然她一定以为我脑子有病 我眨了眨眼睛 双眼水汪汪地看着她 我有些不舒服 傅廷身一向很注重这方面的体验 听到我说不舒服 就翻身躺在了我身边 明天让张义来给你看看 她的声音有些沙哑 算不上温柔 张义是她的私人医生 跟在她身边久了 我也时常会忘记自己的身份 虽然我一心贪图她的钱财 但她长得好看 对我也好 难免会让我偶尔心动一下 我垂眼乖顺答 嗯 她喜欢我这样 像只小白兔一样乖顺 我在她的手臂伸过来时 微微抬头让她轻而易举 把我搂进怀里 停身 我看着她线条硬朗的胸膛 以后你有了喜欢的人 我怎么办 脑子里的那道声音告诉我 傅廷身是这本小说的男主 一年后 她就会遇到她的命定女主 那时候我就是她情感路上的污点 我更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你越界了 她的声音已经恢复如常 冷冷冰冰不尽人情 这个回答我一点都不意外 默默翻了的白眼后 我闭上眼睛就准备睡觉 房间里一时安静的 只能听见我和傅廷身交缠的呼吸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突然开口 我对其他女人不感兴趣 男人的话 一句都不能信 傅廷身对别人说 自己对女人不感兴趣 结果一周来 我这四五次 同理 她说对其他女人不感兴趣 也是假的 毕竟就像她之前没遇上我一样 现在也还没遇上那个命定的女主 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 我决定还是先为自己的以后考虑考虑 当我把傅廷身给我送的包包 卖了一半的时候 终于还是被她发现了 这天我刚把一个鳄鱼皮全球限量的包包打包好准备寄出去 结果没等到快递员 等到了她那辆低调的黑色麦巴赫 快递没能寄出去 她坐在黑色皮质沙发上 看着摆在茶几上的包包挑了挑眉 这是要做什么 我站在茶几边上 看了眼包包 又看了眼她 脑子里的细胞飞快运转 最后柔声道 我打算把它卖了 不喜欢 我连忙摇头 哪个女人会不喜欢这个价值上百万的真鳄鱼皮的限量包包啊 我眨眨眼 眼眶很快就热了起来 声音也细细的 前两天我去看了院长 她说今年院里又来了一批小朋友 这是实话 我没有工作 就想卖了这个 可以捐给院里 这是假话 傅廷伸双手手指交叠 放在膝盖上 轻身来看我 那眼神仿佛能把我看穿 我演得更起劲了 眼睛一眨就落了两滴泪 你 你别生气 傅廷伸最不喜欢看我哭 我一哭 她马上就会不耐烦 果真还没等我眼泪进阶的时候 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孤儿院的事情 明天我会让人去处理 她伸手松了松自己的领带 走到我面前来 我给你的东西 不许卖 我吸了吸鼻子 乖乖点头 妈的 那我怎么搞钱 以后我每个月会给你的卡里打两百万 我不敢置信地抬头看她 她微微拧眉 不够 我狠狠摇头 爹 你说我亲爹 日子过得很快 半年过去 我卡里的钱已经快三千万了 有了这些钱 离开傅廷伸以后 只要我不过度挥霍 找个正经工作应该 也能舒舒服服过一辈子 我一边想着以后的事情 一边对着镜子化妆 镜子里的脸美艳又精致 原本以为能靠着这张脸 在傅廷伸身边待一辈子呢 听说傅廷伸的女主 是顾氏集团的大女儿顾清野 马上就要留学回来了 顾清野我之前也听庸人提起过 顾家原配的女儿 自从顾傅续贤后 她在家就备受委屈 处处被挤兑 但她各方面都十分优秀 高中就被M国顶尖大学破格录取 是妥妥的大女主文理的女主 是和我截然不同的人生 小姐 先生回来了 庸人敲了敲我的门 示意我该下去迎接了 知道了 我最后给自己上了点 楚楚动人的腮红 仰起嘴角 从椅子上站起来 大女主我是做不了了 还是乖乖去做我的金丝雀 傅廷伸今天的心情不好 全都发泄在了我的身上 完事后 我全身都快散架了 金丝雀 这活其实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 我不顾身上的红痕 两眼泪汪汪的 看着傅廷伸 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这只是走一下流程 因为傅廷伸从不告诉我 关于工作的事 她对我的关心很受用 面上的力气少了一些 疼不疼 她指尖轻轻点在我所鼓的红痕上 我摇摇唇 双目含水 不疼 她手指一路往上 最后落在我的眼皮上 猴姐滚了滚 真是个妖精 最后 她笑着用手 附上我的眼睛 你这双眼睛 能要人的命 她的声音 本来就略带些沙哑 笑起来更是能撩动人心 我心跳得很快 没忍住抬头 在她唇上亲了一口 我不想要你的命 我想要你开心 就当是报答 她从那么多人里选中了我 资助我上大学 给了我一切 我怀孕了 算了算日子 应该是那天晚上第二次 勤到深处 没用错事 还有两个月 顾清也就要回国了 如果让傅廷生 知道了这个孩子的存在 她一定会为了顾清 也让我打掉这个孩子 其实没有这个孩子 我带着手中的钱 能活得很好 但是我是个孤儿 从济世起 我就没有亲人 看着手中的燕运棒 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下定决心准备离开 以傅廷生在护士的地位 我如果偷偷跑走 肯定是不能留在护士了 根据长达半个月的分析 我最后把定居的地方 选在了离护士很远的C市 走之前 我亲自给傅廷生 做了一桌子的菜 这还是我在孤儿院的时候学的 跟了傅廷生后 她再也没让我做过这些 今天这些是你做的 傅廷生看了眼 桌上明显与平日不一样的饭菜 又看向我 我点点头 在她身边坐下来 今天林姨身体不舒服 我就放了她两天假休息 我睁着眼睛撒谎 说完我夹了一筷子鱼 到她碗里 两年了 你还从来没吃过我做的菜呢 你尝尝 她没有怀疑 拿起筷子吃碗里的鱼 这顿饭吃得跟往常一样 吃完饭 她要我跟她一起去书房 这个地方我不常来 偶尔她也会要求在书房 最后一次了 我这样想着 就跟在她身后走进了书房 就在我不知道 要从何开始的时候 她从一侧的医疗箱里 拿出了窗壳贴 我愣愣站在原地 看着她低头小心 替我手指割伤的地方 贴上窗壳贴 以后这种事别做了 她的声音淡淡的 语气算不上是关心 我看着她的发顶 鬼使神差地问她 停身 你喜欢孩子吗 她一愣 随即放开我的手 我不会有孩子 我就知道 问这个做什么 我笑了笑 我就是想到林一家的孙子了 随口问问 这天晚上 过得格外平静 傅停身没有碰我 我看着她那张脸 久久不能入睡 明天就是傅家家宴 接下来半个月 傅停身都不会来这里了 正是逃跑的好时机 我按照往年那样 给傅人们放了一周的假 留下了一封信 就带着自己的东西 连夜离开了护士 站在登机口 我看向机场最大的 那块富士广告牌 挥了挥手 傅停身 后悔无期了 我生了一个儿子 这几个月里 我害怕被傅停身找到 一直躲在C市的一个小镇上 儿子也是在这个小镇出生的 像你 长得真好看 站在我床边的小护士 抱着我的儿子 笑得合不拢嘴 这还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婴儿 我探头也看过去 小孩皱皱巴巴 实在算不上好看 不过 我有亲人了 我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 吓得小护士 连忙放下孩子来哄我 可不能哭啊 月子里养不好 以后要遭罪的 小护士叫杨可儿 从我住院以后就一直陪着我 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 我一下子就被逗笑了 他也跟着我一起笑 你给孩子取好名字了吗 他问我 我点点头 叫楚维一 是我唯一的亲人 楚维一长得很快 越长越好看 只是杨可儿说错了 他长得不像我 像傅廷身 连一些皱眉的小动作 都和傅廷身如出一辙 杨可儿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 看着另一边玩积木的楚维一 总觉得你生了一个霸总 你看他那小表情 我看了他一眼 又看向认真叠积木的楚维一 深深叹了一口气 的确很像 你不是说有好消息吗 我收回目光 看向他 今天他轮休 一早就跑到家里来 说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这时他才从楚维一的美色中 清醒过来 你上次不是托我 给你找过工作吗 找到了 其实适合你的工作也不少 但是 他朝我挤了几眼睛 我神通广大 替你找到了一个特别合适的 我笑着推了他一把 快说 唯一两岁半了 马上要去幼儿园了 刚好小蜜蜂幼儿园那边 去一个会计 我眼睛一亮 原本我还怕自己工作了 照顾不了楚维一 这样一看 果然是最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你 可儿 我一把抱住杨肯 以后 我就能和楚维一 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了 再次听到傅廷申的消息 是在离开他的第四年 你知道傅廷申吗 杨肯拿着手机问我 这个名字 突然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 我的指尖突然有些发麻 我摇头 不知道 似乎并不意外我这个回答 他把手机屏幕翻转 递到我眼前 你看 就是他 特别特别有钱 又帅又多金 手机屏幕上是一张照片 在傅廷申身边 站了一个身穿礼服的女人 女人容貌清丽 穿着礼服说不出的端庄大气 让人一不开眼睛 这个是顾青眼 见我盯着女人看 杨肯跟我解释 这是他们的订婚照片 真是郎才女貌 这才是豪门该有的样子 哪有贵族会看上灰姑娘的 我笑了两声 灰姑娘父亲是公爵 她又是童话故事里的女主 拿着女主剧本 被王子看上也合理 不合理的是 灰姑娘的姐姐们 知道自己只是故事里的配角炮灰 还要往前凑 杨可儿还想说什么 这时 楚唯一扑进我的怀里 揉了揉眼睛 声音懦懦 妈咪 困困 只有这种时候 她才不像是冰冷的傅庭身 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 连忙把她抱起来 妈咪抱你去睡觉 抱起她刚走没两步 身后的杨可儿突然开口 我怎么感觉 唯一有点像傅庭身呢 我不止一顿 不敢回头看她 别乱说 可是尽管我不想承认 楚唯一还是越来越像傅庭身 模样像就算了 形式作风都越来越像 吃东西要吃有机最新鲜的 穿衣服要穿面料 最轻柔最贵的 衣食住行 样样都要挑最好的用 连平时的玩具都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玩鸭子的时候 她玩积木勒高 人家玩积木的时候 她玩模型 玩天文望远镜 终于在她五岁这年 我的存款只剩七位数了 养不起也不怪你 杨可儿对此深表同情 并提出一个建议 你一个人养不起 可以给唯一找个爸爸呀 唯一爸爸也去世这么多年了 你也该找一个了 我看向另一边正在看书的楚唯一 窗边的一束光透过窗帘落在她的脚边 让她看上去估计又落寞 一晃眼 我仿佛看到了傅廷生 她在书房看书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谁也不敢去打扰 好 我收回目光 给维一找一个爸爸 杨可儿的行动力超然 当天说完 她就帮我把资料挂在了相亲网站上 或许是傅廷生 对我的择偶观有太深的影响 导致我相亲了一个月 一个都没看上 就在我精疲力尽 准备放弃的时候 杨可儿对我再三保证 接下来的两个人 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从中抽成了 我看着她狗腿的样子 觉得十分不对劲 她笑得更狗腿了 怎么可能 我这都是为了你的幸福 在她长达半小时的劝说下 我决定第二天 再去见最后两个 下班我接上储为一后 就去了约定好的咖啡店 不好意思 最后一台手术出了点问题 我来晚了 没过多一会 一个男人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她叫林子周 是个医生 长相英俊 性格温润有理 是和傅廷生截然不同的人 就在我和林子周 互相了解的时候 储为一扯了扯我的衣角 她懦懦地问我 妈妈 我可以去玩一会吗 我顺着她的手指 看向对面的玩具店 好 我摸了摸她的脑袋 看着玩具店里偷窥的羊壳 想要什么东西 等妈妈来买 不要让阿姨付钱哦 唯一很懂事 林子周看着储为一的背影 笑了一声 我回头看她 你喜欢唯一 她笑着点头 微微垂手 只露出一对 微微泛红的耳尖 说这话有些唐突 储小姐和唯一 我都喜欢 这话的确有些唐突 让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我知道她没撒谎 储小姐 在我们聊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她突然看着我 在我这里结束吧 嗯 和别的男人的见面 她一双眼睛 诚挚又真切 像是很久以前 我在孤儿院里 偷偷养的一只小狗 我双手捧着咖啡杯 没回答 这时门口的风铃响了 这位先生提出的建议 似乎对我不太公平 声音又轻又淡 叫人听不出情绪 却让我整个人僵在原地 傅廷生的步子 好似踩在我的心脏上 心跳声震耳欲聋 她走到桌边 陈玉的目光 在我身上一扫而过 落在林子舟身上 工作上有些是 给单个来晚了 想必这个先生 已经结束了吧 明明是狠淡的语气 却不由让人心头一颤 我抬眼看向林子舟 她笑着对向傅廷生的目光 如果楚小姐愿意 我们就还没结束 这时傅廷生才看向我 你愿意吗 她沉声问我 楚宁 她以前很少会叫我的名字 我一度以为 她根本是忘了我的名字 我 我看向林子舟 叹了口气 林医生 我们加个联系方式 后面有空再约 她小小一个医生 跟傅廷生硬碰硬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和傅廷生之间的事 也没必要拖累她 林子舟听我这么说 表示很乐意 拿起一边的手机 露出自己的二维码 不许扫 傅廷生捉住我的手 这一次 她说话不再淡淡 她紧紧捉着我的手 目光深深看着我 咬牙切齿再次道 不许扫 第一 扫码成功了 我看向她 眨了眨眼睛 收到我好友深情的林子舟 笑着从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 走到傅廷生身边对她说 这位先生 公平竞争吧 等林子舟走后 傅廷生才在我对面坐下来 我没看她 小小喝了一口咖啡 跟我回去 过了很久 傅廷生才吐出这么一句话 我抬头看她 此时天已经黑了 她头顶微黄的灯光 落在她身上 让她看起来 有些难得的柔和 回哪 我问她 你原来在哪 就回哪 傅先生 我深吸一口气 你结婚了 虽然我之前的确做过一段时间的金丝雀 那我也是有道德的金丝雀 绝不做第三者 傅廷生没想到我会说这个 他微微扬了扬眉烧 那又怎么样 我结没结婚 与你跟我回去 有什么关系 我靠 太不要脸了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气得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只是我转身要走 就被她拉住 她似乎是很生气 储宁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在乎过吗 以前我几乎没见她生过气 有些害人 但我现在也十分生气 震开她的手 我不在乎 她愣了一下 也是 以前我在她面前装成一只无害的小白兔 她肯定没想到我也敢和她吵架 傅先生 我尽量冷静下来 以前我们的确有过一段关系 但那时你也说了 是你请我愿 现在我不愿意了 而且 顾小姐和我不一样 你没资格这样对她 那天之后 傅廷生没再来找我 就在我以为她被我骂了后 就放弃找我回去的想法时 小镇发了一件大事 旅游开发区 我接过杨可递过来的宣传册 册子非夜 赫然写着傅氏集团 杨可凑过来 对呀 听说是傅氏集团接手开发 这次傅氏突然对我们镇投了好多钱 说要打造一个原生态旅游小镇 说完她又看了看我 说到这个 上次跟林医生一起来跟你相亲的 不会就是傅廷生吧 那天灯光太暗了 我没看清 我幽怨地抬头看她 不是你介绍的人吗 是平台推过来的 说这人肯定比林医生还好 我才同意 说到这里 杨可儿瞪大眼睛 不会真是傅廷生吧 我抿了抿唇 没说话 自从知道了 那天来的是傅廷生后 杨可儿生怕我禁不住诱惑 去给傅廷生当小情人 第二天就替我答应了林子州约会 我和林子州约在了小镇上 唯一的公园里 一路上我只要牵着储为一 其他的事全是由他来安排 杨可儿说得不错 他的确是个很好的人 只是当我们在游乐区坐下 他说要去买水 以后就再也没回来 不知道等了多久 等来了傅廷生 他举着一把黑伞 站在我身边问我 这就是你选的男人 我抬头看他 阳光黄眼 让我还没看清他的样子 脑袋一阵晕眩就晕了过去 迷迷糊糊之间 我听到傅廷生问储为一 你叫什么名字 储为一声音冷淡 跟你没关系 好样的 不愧是我儿子 然后我就放心地昏睡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躺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 妈妈 趴在一边的储为一 见我醒过来 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坐在他身边的傅廷生 也看向我 挺能耐的 这么大的人 还营养不良 我懒得理他 从床上挣扎着要坐起来 如今我是一点也不想 跟他扯上关系 还没等我坐起来 他起身一把 又将我按回床上 楚宁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这时 储为一一口咬在他手腕上 他吃痛放开了我 储为一连忙爬到床上 伸手拦在我身前 不许碰我妈妈 我看着储为一小小的背影 一时热泪盈眶 生下他 是我这辈子 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你是不是以为我 拿你没办法 傅廷申 一手拎着乱踢的储为一 一手掐着我的下巴 我找了你六年 他声音发沉 白皙的耳间 因为怒意微微泛红 你却说你不愿意 我一时也有些委屈 双眼发红 水汪汪地看着他 自从离开他后 我再也没用过这招 或许是因为我明白 这招只对他管用 果然没过一会 他就松开了手 你没告诉过我 他的存在 送我回家的时候 傅廷申看向在我怀里 睡着的储为一 我下意识地 将储为一搂得更紧 他跟你没关系 这话可信度为零 因为储为一 长得实在太像他了 他看着我 没再说话 直到车子在我家楼下停下 我打开车门的时候 他才问我 他叫什么名字 他不愿意告诉你 我抱着储为 一头也不回地上楼 还没走到门口 就看到了 等在门口的林子舟 蹲坐在门口的林子舟 听到脚步声 侧头看过来 储小姐 他局促不安地站起来 实在是抱歉 急诊室来了 很紧急的病人 我有给你打过电话 但是你没接 不用想也知道 傅廷申肯定是 把我手机关机了 你在这里等了很久 我有些惊讶 林子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时间太晚了 联系不到你 我有些担心 现在你回来了 我就放心了 你早点休息 说完没等我 邀请他喝口水 他就走了 倒是个正人君子 我探头看出去 傅廷申的车子还没走 与林子舟正好碰了个正正 有那么一瞬间 我突然感到有些心虚 我连忙打消这种荒唐的想法 抱着储卫一进屋 刚把储卫一在床上放下 傅廷申的电话就来了 他来做什么 没等我说话 他的声音就从电话里传来 跟你没关系 告诉他 以后不要来了 我突然觉得很好笑 傅先生 我轻轻给储卫一盖上被子 他没娶我没嫁 他为什么不能来 倒是你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他打断 你想让我儿子叫别人爸爸 你敢 他声音低沉 当年他可不是这样说的 简直不可理喻 我气得直接挂了他的电话 傅廷申已要负责开发 小镇为由 也在小镇上住了下来 杨可一度觉得 他是为了追求我 才选的这个小镇开发 我却没这么自恋 傅廷申对工作一向很认真 虽然他很少跟我提起他的工作 提起他们傅家 我却也知道 他为了成为傅家掌舵人 付出了很多 根本不可能会为了一个女人 在工作上做出不该做的选择 看到你这么清醒 我就放心了 听完我的分析 杨可一脸放心 我却不放心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傅廷申的到来 我的炮灰设定似乎又被唤醒了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的事情 开始变得格外不顺 就连几乎没怎么生过病的傅廷衣 这天突然发起了高烧 按照原来的剧情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傅廷衣 难道不可以 我一路抱着他跑到医院 林医生求求你 我哭着拉住林子舟 你一定要救他 他被我吓了一跳 看了一眼床上的傅廷衣 安慰我 没事的 只是感冒发烧 傅廷申赶来的时候 傅廷衣的烧已经退下去了 我抬头看他 他微微拧起眉头 怎么又哭了 傅廷申 我忍了许久 最后还是没忍住大哭起来 我好害怕 我害怕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害怕梦醒后 傅廷衣根本不存在 没人爱我 傅廷申将我小心搂进怀里 声音放得很柔 别怕 有我在 你不会有事 他也不会有事 他根本不知道 我在他怀里哭了很久 最后我抬头看他 傅廷申 放我走吧 只有离他越远 我才越安心 他似乎没想到 我会说出这句话 看着我久久没说话 我双眼发色 别来找我了 他轻轻抬手 冰凉的指尖 带过我眼尾的泪 最后 他的喉结很艰难地动了动 好 傅廷申跟我不一样 他从来不撒谎 至少 对我从来没撒过谎 他说放我走 就一定会信守承诺 不再来找我 为了储为一 我买了一周后 离开C市的机票 这一周 我要好好跟小镇上 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一一告别 杨可儿是最舍不得我的人 和我大醉一场后 抱着我哭了很久 你刚来的时候 像之随时能叫人 欺负的小白兔 他扯了扯我的脸 哭着对我说 那时候我就想 这只小白兔 绝不能在我眼皮子底下 被人欺负了 我也哭 数你欺负的最多 他又笑起来 林医生 喜欢你很久了 他搭拉着脑袋 相亲也是他提出来的 生生等了一个月 才敢来见你 这我倒是不知道 见他这样子 我自然是什么都懂了 林医生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笑着搂住他 可儿 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哦 他明显没听出来 我的重点在后面一句话 瞪大眼睛看我 你果然是喜欢 傅廷身 不知道是不是 久经作祟 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 第一次见到 傅廷身的场景 那时候 我才18岁 他站在我面前 问我 你想不想念大学 像是个发着光的神奇 出现在我暗淡的生命里 我不喜欢 我晃了晃脑袋 对杨可儿大声道 我不喜欢傅廷身 杨可儿连毛来捂住我的嘴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一夜宿最后 第二天 我们可以说是头疼欲裂 而让我更头痛的是 另外一个消息 顾青也来了 杨可儿看了看手机 又看了看我 他不会是来找你的吧 听得出来 他声音都有点发颤 应该不是吧 我也发颤 主要是我和傅廷身 啥也没做呀 深正不怕影子鞋 我在家待了两天 发现顾青也 的确不是来找我的 原来是这个小镇开发 也有故事参与其中 就在我放下心来的时候 傅廷身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见一面吧 我看着新闻里 顾青也的采访 傅廷身 当我们从来都没认识过 对顾小姐好一点吧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这时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本霸总文 不会走的是追击火葬场的桥段 而我刚好是他们play的一环霸 因为我提前离开了傅廷身 所以他们找了我六年来到这里走下面的剧情 不然以傅廷身的性格 怎么可能会找我找六年 越想越合理 好好好 配角的命不是命是吧 狗作者 在我离开的前一天 杨可约我出去吃了最后一顿饭 吃完饭出来已经很晚了 我牵着储为一往回家的路走 没想到一拐进小巷子 就被两个男人堵住了去路 别动 其中一个男人拿着一把小刀架在我脖子上 另一个男人拎起储为一 捂住他的嘴 我怕他们伤害储为一 连忙道 你们要多少钱 我给你们 别动他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笑了起来 早就听说你有钱 没想到这么爽快 我点头 别动我儿子 钱好说 五百万 其中一个男人道 好好好 我转 我乖乖掏出手机 再转账界面停下来 我只有一百万的权限 两个男人又对视一眼 那先转一百万 操作一番后 我把手机屏幕给他们看 转好了 放开我儿子 我一定不报警 两个人却不为所动 他们将我上下打量一遍 陪我们玩一玩 就放开你儿子 你妈 装什么清高 你一个带娃的女人这么多钱 谁不知道你钱是怎么来的 拎着储为一的男人手上用了劲 陪谁玩不是玩 看着储为一张的通红的脸 我心里疼得要死 你要是再不答应 你儿子可没命了 旁边的男人摸了摸我的脸蛋 我浑身都在抖 最后我闭上双眼 好 这个字刚落下 身后就传来了傅廷生的声音 楚宁 他应该是气急了 叫我的名字都叫得咬牙切齿 你倒是随便的很 我睁开眼回头看他 就他一个人 他一步一步朝这边走过来 不想死 就放开他们 像是带着雷霆之怒的天神 我就知道傅廷生从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他在过来之前就报了警 只是警察还是来晚了一步 傅廷生将被男人扔出的储为一 紧紧抱进怀里 却被另外一个男人刺了一刀 听到警笛声 两个受了伤的男人赶紧落荒而逃 我不顾一切朝傅廷生爬过去 刚到他身边就发现他后胸的位置已经被血浸透了 看着自己满手的血 我一边哭一边大喊 来人啊 快来人啊 他明明说过自己不喜欢孩子的 看来他也不是不会撒谎 他深深叹了口气 一手附在储为一的眼上 一手抬起来 轻轻擦了擦我的泪 别哭了 我没事 没事才怪 林子周说那伤口跟心脏擦过 差一点点就不活了 医院的长廊上 我终于见到了顾清野 他比电视新闻上还要好看 你就是楚宁 他在我身前停下来 我抬头看他 他微微勾起嘴角 在我身边坐下来 傅廷生说的没错 你眼睛的确好看 我有些意外 傅廷生跟你说过我的事 谁会主动跟自己妻子 说起自己曾经女朋友的事 哦 也算不得女朋友 顾清野挑了挑眉 说的不多 他几乎不怎么和别人聊天 这一点倒是真的 只是提起你 他有些不一样 他笑了笑 这几年 他找你很辛苦 从没见他对工作以外的事情这么认真 以前还听说他对女人不感兴趣 后来才知道是对除了你之外的女人不感兴趣 顾清野像是在说一件趣事 越说越有趣 前段时间他突然说要到这边来开发旅游区 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小镇 哪里用得着他亲自坐镇 原来是你在这儿 他歪头来看我 我一时有些无措 对不起 尽管他说这些的时候并没有责怪的意思 却让我听着格外内疚 对于我突如其来的道歉 他似乎有些意外 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好像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一样 你们不是结婚了吗 我问他 他愣了一下 大笑起来 谁跟你说 傅廷申告诉你的 那他倒没跟我说过 只是两年前他们就订婚了 按理说 订完婚应该就要结婚了 我才不和他结婚呢 冷冰冰的 跟个大冰块似的 他笑着用手指挠了挠我的下巴 只有像你这样的温软美人 才捂得化他 我整个人僵住 这跟最开始我知道的剧情不一样啊 只不过 我们的确还没退婚 他继续道 不过你放心啊 等我拿到故事集团 剩下那10%的股份后 我们立马就退婚 原来是个事业批 不急不急 我甘笑两声 实在是对现在这个剧情的反转 有点反应不过来 对了 那两个人已经被抓到了 警察说 你那100万会原路返回 最后 他笑着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 楚唯一对傅廷生的态度 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看着他又是端水 又是递水果的样子 作为一个老母亲 真的是十分痛心 傅廷生倒是很受用 不管楚唯一递过去什么 他都全盘接受 在楚唯一又要给他塞一个苹果的时候 我直接拦了下来 你想撑死他呀 说完后 我又瞪了傅廷生一眼 你想撑死自己呀 两个人对视一眼 敏唇的小动作 如出一辙 你不是今天的机票吗 见我把苹果放到一边的柜子上 傅廷生才开口问我 不难听出 淡淡的话里有些得意的色彩 算了 看待他现在还卧病在床的份上 就让他得意一下吧 我拉了椅子在他身边坐下来 不答他的问题 反问他 为什么不说你没跟顾亲也结婚 他扬了扬眉 你在乎吗 没等我回答 他又到 你留的信里说 你只把我当老板 老板结不结婚 对员工来说很重要吗 这 我忘了这查了 当时为了走得洒脱一点 的确是说了 自己跟他在一起 只是为了贪图他的钱才来着 我别了别嘴 那你为了一个员工 专门跑到这里来 还挺负责的 以前以为 你是只乖顺听话的小兔子 他微微弯下眼角 没想到你只是藏起了疗牙 还不是为了挣钱 我朝他呲了呲牙 现在发现也不晚 早发现了 他话里带着柔柔的笑意 哪只小兔子 会偷偷在林姨的菜里 放那么多辣椒 我一惊 原来你发现了 那下次得换个发泄的方式了 林医生 怎么不进去 这时 门口传来了杨可儿的声音 我一回头 就看到了 站在门口林子粥 他走进来 朝我尴尬地笑了笑 我来看一下傅先生的情况 谢谢林医生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让位置 杨可儿趁机把我拉了出去 知道他要说什么 我连忙把傅廷生和顾青也的事告诉了他 他听完点了点头 这才符合顾青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他煞有介事地看向我 拍了拍我的肩膀 也符合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什么形象 霸道总裁的小娇妻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这么觉得 靠 不像是在夸我 我跟傅廷生回了护士 于是我就从一个幼儿园的会计 变成了傅氏集团的会计 杨可儿说 我这算是菲生 我无法反驳 菲生总比娇妻好 我和傅廷生还是住在郊外的庄园 庄园里还是老样子 连房间里的布置都没有变过 过两天就是傅家的家宴了 我离开了整整六年 这一次 傅廷生带我回了傅家的老宅 对于我和傅唯一的出现 所有人都很意外 足以看出 傅廷生的确是一次都没跟他们提起过我 早就听说 廷生在外面有私生子了 没想到是真的 饭后的庭院里 一堆女人聚在一起 阴阳怪气的话 一定就是在说傅唯一 傅唯一静止朝他们走过去 谁是私生子 他有时候说话 真的和傅廷生一模一样 让那群乱嚼舌根的女人 一时都有些被唬住了 傅唯一背着小手 一副老成的样子 爸爸说这里的大人都坏 没想到是真的 我没想到他会说这样的话 没忍住扑斥一声笑出来 没叫养 其中一个女人脸都气红了 看了我一眼 有妈声 没妈教的东西 好好好 现在骂人都指着鼻子骂了 我撸了撸袖子 就要上前去理论 却被身后的傅廷生揽住腰 沈身这话说的谁呢 傅廷生的声音冰冷 不大却刚好让整个庭院的人听见 所有人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那个女人尴尬地笑了两声 不敢出声 这时傅威一搭搭跑了回来 一脸天真的指着女人对傅廷生说 爸爸 她说我是私生子没教养 庭院里的人一时都尽了声 廷生 小孩子家家乱说的 沈身怎么会这么说话呢 女人连忙解释 我眨眨眼睛 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双眼水汪汪地看着傅廷生 原来沈身是觉得我好欺负 只说给我听的 傅廷生扬了扬眉 放在我腰间的手掐了掐其间的软肉 既然沈身对我的夫人有这么大的意见 那二叔和我商讨的事 也需要再斟酌斟酌才是 夫人 我抬头看她 她却搂着我 头也不回地出了老宅 傅廷生对傅威一在老宅的表现 很是满意 所以给了她一次 自由选择礼物的机会 看着货架上那些高阶玩具的价格 我咽了咽口水 直到傅威一 停在了最贵的那台天文望远镜前 傅廷生才挑了挑眉 似乎很满意 她笑着问我 除了我 谁还养得起她 我连忙摇头 这谁能养得起呀 我和傅廷生结婚了 嫁给她这天 我喝了许多酒 杨可儿和我一起最趴在沙发上 她傻笑着看我 恭喜你呀 傅大美人 我也傻笑着看她 谢谢你 可儿 也谢谢这本霸总小说的作者 让我有亲人 有爱人 有朋友 本人收回之前 骂作者的话 傅廷生来抱我回房间的时候 我和杨可儿 正在因为相见恨晚 抱头痛哭 别哭了 傅廷生将我小心放在床上 吻了吻我的眼角 我睁眼看她 真是好看 跟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一样好看 我抬手还住她的脖子 将她轻轻拉下来 在她唇上亲了一下 傅廷生 你知道吗 现在这些时光 都是我偷来的 我小声在她耳边道 说完伸出食指 虚了一声 千万别让老天爷听到了 傅廷生笑了一声 她现在好像挺爱笑了 爱笑好 她笑起来比冷冰冰的样子 可好看太多了 于是我又抬头在她唇上亲了一口 我可拿你怎么办呢 她声音沙沙的 像是羽毛聊在我的心肩上 随后她的吻就落了下来 从额头一路向下 最后就算我投降认输 她也没停下来 我像是被扔在云雾中 深深浅浅 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结束 只听到她轻声问我 当年为什么离开 我怀孕了 可是你说你不喜欢孩子 我不喜欢孩子 但我们的除外 她的声音柔柔的 我窝在她的怀里 蹭了蹭 我做了一个梦 我迷迷糊糊到 梦里我们都在一本书里 你是男主 顾青也是女主 而我只是其中一个 随时会消失的小配角 傅廷生 我本来就没家 老天爷真是不公 我越说越乱 越说越委屈 最后的话 全部都被傅廷生 堵在了嘴里 阿宁 你有家了 我们的呼吸交缠在一起 是前所未有过的心安 就在我要睡着的时候 傅廷生吻了一下我的发顶 阿宁 记住 我喜欢你 你就是女主 不是因为你是女主 我才喜欢你 我对你 优质